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的行动工作规划里面 出卖组织 出卖同志人 我们应该要与制裁 这是我们当时的工作的规范 陈吉李他后来对江南的崔崇斯 他也表示歉意 他认为跟他是没有失业的仇恨 当然是为了国家来办这个事情 不过这个都是历史的错误 江湖人 有一个最大的特质 就是说说话算话 你说过了 比如说我在什么场合说过了 那这个话就是兑现 很多人就拿蒋经国传 作为这个事件的原因 其实是错误的 三颗子弹结束了江南的生命 1984年10月15号 回剑筹吴敦 竹联中堂堂主董贵森 埋伏在江南的住处 上午8点半 车库打开了 两个人一溜烟钻进了车库里头 没多久江南走下来 吴敦往江南的头部开了一枪 紧接着董贵森朝着肚子 再捧上了两枪 江南命丧黄泉 这是台湾情报局在幕后策划的 制裁叛徒行动 结果卷出了一个 足以动摇国本的大库报 他跟这个汪锡林 他们碰面吃饭的时候 就谈到 这个汪锡林就 他们就谈到这个 这个刘一良的事情 那陈希里她说 这个事情如果我们 如果你要交给我们做 我们也绝对愿意帮忙 那但是呢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扯到后来 是变成一个轰动国际的一个暗示 像前提这些人从小就有 他们灌输了一个中党爱国的观念 为国家吃点亏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他们在维加江南是双民兼联 为国除奸 这个事情不能曝光 你怎么可以 台湾情报局派人到美国杀他们的公民 而且是用暗杀的手段 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竟然每天在美国查到 他们身上的权机理就要扛起来 他们原先也想扛 原先也想扛 但是扛的时候要有些条件 你不能把我关太久 你要给我一些保证 不能把我完全全部牺牲 甚至把我灭口 这就不行了 权机理和江南素媚平生 他有什么样的理由要刺杀江南 如果背后的主使者是台湾情报局 那么台湾情报头子 为什么又会挑向黑帮的大哥 制裁江南 这一切的开端 要从1984年 这场阴错阳差的饭局开始说起 白景瑞透过帅玉峰要请陈其理吃饭的时候 汪局长他一直以为是汪金熙 说有过去这几个事情请他吃个饭 才有这个饭 他去了以后不是汪金熙 是汪西里 两个不同的汪局长 才演变出这个情报局的后续 汪西林早就跟我说过 其实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知道他后面会怎么样 我知道如果这个事情爆发 他会是一个很国际的大型 我很想 他已经跟这一个汪西林他们吃过这个饭 而且也许过这个承诺 那汪西林请他去情报局受据 他能够拒绝 当然去 因为我刚刚讲闲话一举 那他就要去兑现 竹联邦的成员帅玉峰透过了电影 《金大班》最后一页的导演 白景瑞剧中牵线 当时他们口中的汪局长 陈其林一度还以为是国安局长汪静许 因为他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 陈其林心想既然是汪局长找吃饭 那就去吧 没想到一见面 陈其林才发现 原来汪局长指的是汪西林 而不是汪静许 这一个阴错阳差的饭局 最后促成了江南岸 透过了白景瑞 因为白景瑞跟汪西林是同学 在法国留学 那留学的时候在一起很好 就提了 既然要这样 那不用这个陈其林 来替国家做点事嘛 然后就想由帅玉峰的中间 穿针引线 就这样子 他就跟情报局长 见了这一餐 吃了这一餐饭 又承诺了希望 这些局长可以提出要求 希望他可以替国家做一个事情 当时江南是我们情报局 运用的一位工作人员 他提供情知 提供一些工作的对象 可是我们发现他都是假 是虚伪的 是欺骗我们的 当时我们派遣工作同志到美国 跟他谈话的时候 又被他出卖 所以我们认为他 等于既两方面做事 又拿钱又骗人 所以我们执行了这个行动 为什么我们呢 也许我们有些事情的实际经验 比他们丰富 街头的拼斗啦 和各种的 这等于我们经历很多 陈七里在那一餐饭上 跟王熙霖在针对这个事情交流意见的时候 当然他他会觉得这个只要他能够可以帮忙他亦不仁止 那王熙霖他觉得 既然你们那么热情 那我们有其他的管道 要叫这个刘依良不要写 或者说是不要做什么事情 他都不听 那这个没有办法 那只好找你们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可以改善或者说是解决 台湾情报局对作家江南心生不满决定要制裁 理由是江南提供给情报局的资讯全都是假的情报 罪魁祸首就是来自这戚封的假情报信 江南他写的戚封信报告的情报 就是假的 又拿我们的钱给我们假的情报 提供我们策反的对象又不是那么回事 当我们派人去跟他密谈的时候 发现有人跟踪女人的照相 比如是他出卖的 他本来是情报局的女人对象 他也受情报局栽培到国外去读书的 他给了一堆假的 那这戚封的信代表着他当时在欺瞒当今的政府 但是也不是政府就是情报局 那情报局对他是一种 这个你怎么可以你是我培养的人 你怎么可以反过来还做这些假的工作 后人不清楚就把这个东西套在这个罪名上面 就讲经国传子是经过付了钱以后也改写了 没有这些事 那真正是这些真正的原因是下角提出来 在香港90年代提出来的戚封信 戚封信的内容很清楚地讲出来 刘一亮给的全部是骗人的 处决江南计划定案 原本执行者是陈其里跟帅玉峰 1984年8月14号这一天 陈其里和帅玉峰在杨明山情报局的基地 展开了四天半的授讯 当初这个案子执行应该是陈其里跟帅玉峰两位 因为帅玉峰家里有事临时回到台湾了 那陈其里就近了可能就找到他们两位来採这个工作 准备去美国散散心再回台湾 那没想到就遇到这一个陈其里 那遇到陈其里陈其里就跟他讲说 那现在我们要去做一个事情 那叫他留下来不要走 那他后来才晓得是要去制裁这一个江南 吴敦 董卫生每天穿着运动服戴着假发和帽套 在江南家的附近假装在慢跑运动 勘察行动结束之后 他们在骑着脚踏车离开 当时因为附近的渔人码头在闹罢工 到处都是警察跟工人 非常难有机会下手 这样子紧盯了江南日子过了一个多礼拜 10月15号的上午 他们终于逮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假发也有那个扶须这些 那可是我们里面 其实里面都是 打好领带 白正山打好领带 那车上是有防吸砖 沿着险阳一路一路一直过去 爬上去 跟刘亦良他的家 自行完脚踏车就快就出来 出来以后就上车 上车以后就汽车就开车 开到另外一个地方 又还没停车 江南遭到枪杀 美国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 根据木齐证人的说法 锁定了华人杀手试案的方向 同时崔荣之也提供了线索 他怀疑先生江南可能是因为写了奖金国传 惹祸上升 美国警方也开始怀疑台湾的政府单位 涉案的可能性 根据画像发布了凶贤的通缉令 在这风声鹤唳的敏感时机 台湾情报局来一通电话 要求陈其里带着吴敦 以及董卫生立刻回台 我们在美国执行完了以后 我们人到了休斯顿 那天那情报局局一直要我们赶回来 要我们回来 那我们大家说 为什么在这么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 这个报纸上面画像都出来了 还会干嘛一定要回来 我们不如到中南美 往中南美走去避过风头 对不对 但是情报局局 一德载 载到山一通掉来 避了整天一定要带你 我没办法负责担保他们的安全 对不对 那你要我带他们回来 他们并不愿意 他们也会想到一些事 可是我又非得终于你的 要带他们回来 那我怎么办 那我只有留下两卷的衣袋 叫他们自己对不对 他最新的 而且不要告诉你 那最后 录影带最后的话就是 如果我们回去 会被杀人灭灯 救护 那为了给你们做一个保障 你们要跟我回去 所以他就做了这个问题 证明这件事情为什么去做 是这样子就是 他并不是为了他 是为了我跟小哥 他们那时候在美国就是从一些讯息里面 有一个得到有点好像有可能被灭口 所以才留下保命的录音带 保命的录音带就后来就转转就到白狼手上 所以白狼就是为了保命录音带才去 就被莫须有的用什么贩毒干什么 关在美国 我们下飞机回来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接到情报局发带 那时候给我们的 我们的录音带 这样子我们的生命的录音带 我们把它拒绝了 我们不收这个钱 陈虎门在大臣的法庭上承认 当时的确是由他亲手 要把钱交给吴敦 但是吴敦拒绝了 这已经证实了制裁江南的行动 的确是由情报局受益 他们一路回来 自己都是自己花的钱 那时局长就叫我拿两万美金 补充他们的交通费用 做飞机呀 这些机票钱给了两万块钱 可是他们并没有收 而且他们表现出 居然为国家做事 我们一毛不去 事实上就是这样 开庭的时候 那时候等于开公开庭嘛 那我就要求对质 给我钱的人 给我这个牛皮紙带的人是谁 请他来对质 他们并不知道我要问他什么 陈虎门来的时候 我在庭上我只问他一句话 我说你给我的牛皮紙带里面 是不是两万美金 他回答是 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拿两万美金 律师就问他 他说因为他们工作有电钱 我们靠等于补助他们的一些费用 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他们拒绝没有收到我们的钱 所以陈虎门的这个证实 在那种公开庭的陈述之下 整个中外媒体划来 而且他们做了以后 也不要政府的任何一毛钱 也不要任何的名字 他坐牢也就看人坐牢了 这才将来行动完成了 陈池里和吴敦返台之后 受到情报局英雄式的礼遇 但是好日子过不到一个月 始终就是包不住火 这个时候谁也保不了谁了 台湾政府承受极大的压力 1984年11月12号 台湾的警察机关 毫无预警地发动了大扫黑 俗称疫情专案 当时政府有一个专案 就是说流氓自首 要求这个只要曾经加入过帮会 的这些人都要登记都要自首 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 治安单位有这样的一个通令 那其实陈池里跟他完全没有关系 他可以不理这个事情 因为他说老实话 他已经之前去管训过 他已经回来了 然后他想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整个国家来讲 是长期的规划 取替这个不良帮派分子 并不是由于江南安 来执行疫情专案 大家误会了 我觉得陈池里是为国家要做事 但是国家用非法的手段 他们就是为非法的武器 这种情况下 当然他们要受牺牲 他们心里也能理解 但是牺牲要在他们能忍受的程度 江南案严重充滞了台美关系 台湾情报人员竟然在美国的土地上 买凶杀人 当时在美国的台湾情职员 通通被赶出了美国 内外交迫的压力 迫使蒋经国将蒋孝文远掉新加坡 他公开宣誓蒋家人 不能也不会再选总统 蒋家的政权到他为止 其实那时候他是同情前进 他认为前进确实是 执行国家的人物 但是因为在美国的压力下 我们不得不办他 前进要说都很纳闷 他认为这个就是 情志当位的内斗 他是所谓大汪小汪 就是汪金虚跟汪西林互相的内斗 把他们当作牺牲品 吴敦也好 陈其里也好 对刘一良的了解都是比较片面 都是比较片面 都这么说 他拿了钱还这个样子 这个背叛国家 然后背叛蒋家 这个实在不太好 所以应该制裁 那我们讲他的这一生 他还规见过了谁 欠你政府 欠你国民党 有你钱 他在情报局 做完这个案子回来以后 回情报局报告 那他有一通电话来 有一通电话来 他就 他看到汪西林 接了电话 一听声音 他就立正 双脚变容 叩个一声 他认为能不能让他 做这种动作的 就是赞天国 1985年 江南安在台北三省丁宴 陈其里 吴敦 汪西林 依照杀人罪嫌 遭到了判处 无期徒刑 胡怡敏 和陈虎门协助杀人 判处两年半 董贵森在纽约 因为运送海洛英 被判了20年的监禁 1988年 蒋经国过时 政府第一次的减刑 1990年 政府和崔荣之达成了 145万美元的 人道未助金和解 1991年 又逢全国大减刑 陈其里和吴敦 以及汪西林三人 实际上 只做了六年多的了 你今天出狱了 可不可以谈一下 你现在心里的一个感受 心里啊 很高兴啊 那么你出狱以后 短期之内 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短期之内也 没什么计划 你会不会拍电影 我会走电影事业 陈其里他的父亲 是一位司法官员 而妈妈呢 是法院的书记官 陈其里他从小呢 就被教育 要中党爱国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呢 当时省期情节 还非常严重 外省人跟本省 是不对盘的 陈其里上学的时候呢 就经常跟本省的同学打架 是当地的小霸王 我们继续来看 资讯记者 邱丽莺 郑文德的报道 政府做的任何的事情 只要是对国家 对民族有利的 那这个他们都会 很乐于去效劳 在我们成长的时候 我们认为说 为政府去执行 反而就是天津地义 时光倒回到60年前 国民党军队随着蒋家 败退到了台湾 当时年仅6岁的陈其里 跟着法官父亲陈中 来到了台北市 就定居在南门一带的眷村 刚开始的时候 是眷村子弟为基本盘 但是呢慢慢的 大家并没有什么样的 这种很狭隘的 省级旗舰 没有 所以越聚越多 那越聚越多呢 因为他没有什么省级旗舰 所以进来了很多的本省级的 大家也都变成兄弟 都变成好人 眷村是当年国民党军队 以及眷属所居住的房舍 对一道竹篱疤 隔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陈其里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班上一共只有三个外省人 另外两个常常挨打 陈其里因为不喜欢被欺负 所以只要别人打他 他一定还手 外省同学被打 他也会挺身而出 年少陈其里 就是养成了江湖豪气的个性 学校里头的外省人 一般外省人子弟都几个人 本身人子弟一堆 那就有了隔阂 一有隔阂一塌起架来 都是一堆人对几个人 那陈其里在这种逆境之中 他要求生存 他又跟别拼动 养成了一个好动的个性 跟别拼的个性 有正义之气 很讲义气 那同学被欺负了 或者是他经常为人家出面 经常挺身而出 所以呢 他是一个很会为朋友这一个 两肋插刀的这样一个个性 少年陈其里尽管经常惹是生非 但他书倒是念得很好 成绩非常优异 初中毕业之后 他考上了第一志愿建国中学 但还是改不了打架闹事 甚至还打出了名号 被当时钟永和一带的外省帮派所吸收 17岁的陈其里 就此踏上了江湖路 比如说陈其里他的父亲 是司法界的这个 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官 但是呢 这不意味着就是说 他的儿子是祖联的这个兄弟 那就是大逆不道 不是嘛 他纯粹是一种兄弟相提 因为年轻 他们又好玩 然后出去呢 结成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形态呢 大家可以互相帮忙 那这个互相帮忙不是我要去抢什么 我要去卖什么东西 他不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陈其里书读得非常好 他怎么读书的呢 小的时候他天亮 那爸爸陈伯伯是弄磨啊 就是磨豆浆那个磨黄豆撒 他就天一亮 就在磨着豆浆 背着古文败子 古文败子 从小就是这样子训练 所以在国学基础上 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 如果说你欺负他头上 他不低头的 不管你多强 他也要奋斗到底 可是他变了强者以后 他决定不欺负弱者 他不会的 他会帮助弱者 所以他帮助很多朋友 如果你的所伸展的环境是那样子 那当然会是那样子 1952年 中和邦帮助因为杀人最入狱 中和邦内斗逐渐分裂 大佬于是急中召开会议 并且创立了竹林联盟 当时设立了五个分支 层次里是分支之一 压的成员 当时压的老大就是周荣 竹林联盟怎么成立的 是因为早期的四海帮最大 四海帮是因为年龄成 比这些人大个两三岁 但是在高中跟初中来比 这个已经不得了了 年龄差个两三岁就不得了了 大几下来老叔老辈 其实陈吉里他们就在 永和成立了竹林联盟 就有很多角头也好 外省帮派也好 很多的地方角头 从西州啦 各个地区的牛普拉门 都来竹林联盟成立 一个联盟来对抗四海帮 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大 就一路这样子走来 发展发展 从竹林联盟就变成一个 一九六二年 四海帮遭到政府一连串的打击 内部面临解散的危机 陈吉里趁机展露头角 他不但占领了四海帮 原有的地盘 以寡极重的好强个性 让他在竹林帮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九六八年四月 竹林帮在阳明山召开会议 重新编制竹林帮 陈吉里在这个时机 他担任了总堂主的职位 陈吉里在13岁那年 他加入了竹林帮 17岁的时候 有一会儿带着凶器 在西门町闲逛 结果遭到警方逮捕拘留 这是他人生 第一次遭到逮捕 陈吉里究竟是怎么最后 能够爬上竹林帮精神领袖的地位 我们继续来看 资人记者邱丽英 顿文德的报道 在台中官圣地军神领前上乡 祈求官圣地军保佑家族帮运昌龙 帮派就会有一些利益的一些冲突的时候 那陈吉里他永远是站在前面 他不会说有冲突的话就跑了 然后呢可以沾了他就出来 他不是他永远就是站在前面 我听牛扶他们讲 还其他黑道的讲 陈吉里就是那时候一战成名 竹林帮早期只有掌法跟老邀 掌法指的是负责奖赏惩罚的执法者 而老邀就是对外打架的第一线 当陈吉里还是老邀的时候 他有勇有谋 让他在江湖中打出了名号 陈吉里第一个有谋略 第二个他很敢拼嘛 然后他自己也很有做大哥的样子 就是说好汉做事 可以帮这个兄弟来相挺 有事就他出面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豪情壮志跟义气 所以很快就闯出一些江湖的地位 陈吉里不是一个这种 为自己 是自己去做很多事情 他是为他身边的人在找一些 他这一生伟大就伟大在这里 他有这么多的子弟 有这么多的好的兄弟 有这么多的小弟 为什么 因为他处处在体骗人 1968年 陈吉里在香港西餐厅事件当中 以寡即重一战成名 攀上了竹联总堂主的地位 在南北路有一些戚餐厅 那前吉里那时候 他是少数几个人对付女虎帮 好几百个人拿到这样砍 那一仗让人家见识前吉里是 是 他不是光出嘴巴或是光动脑筋 他也是本身无缺的 敢打仗的 能打仗的 后期的时候 因为经过香港西餐厅跟牛浦那一战 完了以后 从一个太保的帮派组织变成了一个 帮的地方帮派进入黑省 这时候才变成 大了以后才会 后期才会扛口的成立 前吉里真正很有规模的组织黑帮 就是从他开始的 所以他的忠孝仁耐心力和平 天地至尊 就是刚开始就这些堂口 竹联跟四海活跃的地点 主要是在台北 那所以他们就很容易被别人认为说 台湾两大帮派就是竹联跟四海 当然这个就人数上来说 他们确实规模是很大的 1970年 竹联帮外号赌博狼中的成人 因为盗领公款逃逸 这起事件让帮内的大哥很不爽 成人害怕遭到灭口 寻求警方庇悟 不过后来仍然遭到竹联成员张如鸿杀害 陈池里被指为是幕后的教唆者 1972年 因为杀人罪入肩服刑 那吴敬的背景很冲动 他抓他的电话 他就说斗 我有问一下大哥 我说你不会遗弃我吧 就是很正常 大哥就讲了很感性的话 就说 阿宏 你那么小 我怎么可能会遗弃 没有所谓的邦规 只有一个约定 大家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是被忌讳的 吸毒 出卖兄弟 有很多背心忘意的事情 我觉得都是正面的 关了六年 1978年 陈池里出于该做生意人 他搞消防器材也办杂志 一口气成立了五家公司 不久之后 陈池里被情报局吸收 整合竹联邦 竹联的势力更加强大了 其他帮派的老大 也都卖他的面子 他也变成 不管是本省卦外省卦 他都知道他是一个一号这个人物 但是他以前 他经历了很多的这种 跟人家正面的这个打杀 或者说是正面的这个交锋 那他并不完全是靠 逞凶斗痕 陈池里在竹联邦里面 他脑筋算是很清楚 度量也够 所以他 你上来竹联的话 大家都比较无趣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跟他在一起 外面别人拿了钱几千万万 他做一张饭的时候 他一块钱都不拿 全部让你们拿我就拿 他不要财 不贪财 他舍得 他愿意去帮助别人 人生其实短暖几十年 你来历练 你修学分来说 你每一次来 你每次修不同的学分 那这一次就修比较多一点 1984年爆发了江南案 陈池里入狱服刑 其间历经了两次减刑 1991年陈池里出狱 他之后重返竹联邦 1996年遇到政府扫黑 当时的陈池里 因病出国就医 没想到从此 没能再踏上台湾土地 陈池里是因为背上长了一个流 叫做风潮癌 他出去看病 看病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 国内叫扫黑 扫黑就说 好像有工程的事情 有人捅你 那你病既然看病 你不用回去了 他就这样流往海外 政府就把他这护照给撤销了 他连厅都没开过 这个包工程呢 就是围标 他公司那不是我的名字 我为什么标 伪造文书 有一个假护照的问题 别人拿了他的相片去做护照 说他伪文 别人把你的相片流出去了 那个相片也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相片 留到别人手上别人被抓了说他变成 也变成也是他的罪了 恐吓勒索 那别人被抓了说是陈吉里叫我去恐吓他的 就定案了吗 就是他吗 可以 你至少两罩之间要弄清楚嘛 一事都给他一个组织犯罪 就把他顾照给这样给撤销了 我们奔走了很久 归咎原因其实都是树大招锋人的货 当年陈吉里消防事业做得很好 名声也很大 传闻有些工程为标 黑到打的都是陈吉里的招牌 因为很管用 树大招锋有秘密证人因此向警方举报 当时人在国外看病的陈吉里 被台北警方以置评专案提报流氓 那被地检署依照组织犯罪条例发布通缉令 陈吉里他的脾气很硬 不是他干的 他铁定不会承认 他更无法接受一回台湾就被押走的事实 后期的时候他是绿 他觉得很不甘意 所以为什么说国民党欠陈吉里的公报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们要这样子去对待他 他真正犯了什么事情 死不明目这叫做 在海外这些年来 他心里一心一意地想回家 想回台湾 可是他很生气 他说我在台湾应该没有什么事 为什么通缉我 帮我当一个犯人来看待 他很气 当时我也鼓励他 我就回台湾来面对司法 来解决 他说一天不取消我的通缉命令 我就不回去 事实上他非常想回家 可是因为有这个名气 他说不好听 大家都在努力 他要想回来 结果迎接他回来的是他的大体 晚年有家归不得 这是陈吉里的无奈 他避走柬埔寨 跟妻子陈一帆在金边住下来 陈吉里在当地震灾 是大家口中的大善人 八百坪的宅院 访客来来去去 络绎不绝 看见来自故乡台湾的媒体记者 陈吉里他更是高兴 他热情的款待 没想到却让自己惹祸上身了 真正的原因不是为了枪的事情 这是因为金边政府啊 对金边市的警察局局长 这是洪生的右手 当时有个大陆的工程 本来是由他安排的 他去接手 那因为柬埔寨拿佣金 是合法的正常的 陈吉里搞不清楚 就把这个工程 介绍给洪生的媚媚 断了别人的财路 断了这个财路 这个事情就怀恨在一起 刚好有一个金边 这个台商协会的会长 被别人枪杀 这时候呢 台湾的报 台湾的新闻 就剪接了一个阶段 剪接了一片东西 就撑起了一个枪连在一起 那金边的政府 就把这些东西穿在一起 给他起诉 起诉了四条罪 苦敦牢笼十三个月 每次提到这件事情 陈吉里也只是 无奈地一笑带过 这是他的个性 心情总是放两旁 朋友摆中间 他哪有为自己想过 他一双皮鞋可以穿十几年 一条裤子 可以穿那么久 一条西装裤都磨到边没有了 还穿在身上 他是一个根本不为自己去着想的人 我怎么改变 他为了要我认真做公司 我的秘书最清楚 早上七点多 他就跑到办公室坐在那边等我 我晚上就打麻将 打通宵麻将 还要睡一觉 秘书讲 他可以在等你 哇 什么都又不出来了 千万是敢来 一个礼拜来个两三次 你早上能不来上班吗 所以我养成了一个西门 早上一早上班 你问我们公司的人 很多人都知道 早上老板一定上班的 是陈麒麟 逼的 其实很多祖联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蛮不错 就是说 一辈子当兄弟 一辈子都是朋友 也都是兄弟 绝对不会说翻脸不认人 这种很少 应该也有 但是我觉得大多 绝大多数的 一日为兄弟 终身为兄弟 这点我觉得 可能很多人都难以想象 确实 这点我倒觉得是 他们最珍贵的部分 他早上七点都能到班女生 每天早上 公有都没到 他自己去开门 他是一个这样子 个性的人 谁知道 陈希里广洁善言热情好客 就算身体状况 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但来者是客 他总是笑脸隐忍 曾经两度中风了他 2007年10月4号晚上 因为胰臟癌 病逝香港医院 结束传奇的一生 那是我们成长的地方 那里有很多 很多的亲友同事各种 我妈妈也在 我老婆小孩同样都在 我怎么可能不回去 这是一定回去 但是我们必须 我必须要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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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病的时间 我带他到北京去看病 穿鞋子脚磨破了 那我们就跑到 王府警的那个楼下 看了皮鞋 他要穿白色的皮鞋 因为他在节目 在呆惯了穿着 夏天呆惯的人 要穿白色的皮鞋 那个整个王府警楼下 看了只有两双皮鞋 一双在这个地方 一双在那个地方 他看看这一双 再走到那边去 再看看那一双 决定要买哪一双 我跟他讲大哥 干嘛看 两双东东拿来 买了回去 这样子不好吧 他觉得浪费 他一双皮鞋 可以穿十几年 还穿在脚上没换过 我说你帮别人的钱 随便一笔 你一辈子的皮鞋钱都有 不是这样子讲的 他就是一个这样子 个性的一个大哥 我想天气力之后 要像什么 不管是后来发展的天道门 现在都名存实亡 要像天气力 能造成江湖中那么大的声势 大概也没有 过来不回来 很多人 我们安排了很多制药 他回来 他不愿意回来 他说我是干干净净出国 我回来要干干净净的 包括在病的期间 我们要专机把他送回来 他都反对 我不要 陈契礼呢 他是主联邦的精神领袖 但听说他对老婆陈一凡 是又敬又爱 陈一凡呢 他从来不会多顾问 陈契礼的事情 坚守自己的本分 把家庭给照顾好 当年陈契礼因为一新专案 被扫进去了 陈一凡他也无辜受牵连 不过没有几天呢 就被放出来了 当年他为了要抢救 陈契礼四处的奔波 透过了各种管道 要证明他的先生是清白的 我们继续来看 CNN记者邱丽音 郑文德的报道 陈一凡 陈夫人 她也是一个很直性情 很直的人 她什么话她抱不住 陈契礼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有一个很好的老婆 很贤惠的老婆 默默地耐着寂寞 走到今天 还默默地在做 她过世了 我们可以说 那个是她生前 死后这么多年 她其实还能够这样 这是一位大的女性 陈契礼医生 有过三次的婚姻 影响她最深的 就是绰号鸭婆的陈一凡 一个好的先生 后面一定有一个好的 他默默地在流亡期间 曾经两年 他去做着 加班做很多事情 我们以前只是 听说是不是 表面的 其实他真的就这样过来 我们在关的时候 哪来的时候 备用 都是她在那边 去做 她在美化 去校稿 去做很多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别人讲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一定有成功的女性 不要去放定 陈契礼爸来陈契礼 她或是她妈妈 去出庭 航天 很多记者 都是关注在陈契礼 陈契礼爸来陈契礼 身上拍她的照片 陈契礼爸来陈契礼 很低调 而且显露得蛮悲伤的 当时一开始抓陈契礼的时候 连他一起都抓进去了 抓进去的时候 我们知道了以后 我们有要求 这个事情我们来承担 跟他的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希望帮他夫人早点放 所以他夫人关了没有几天 就放出来了 道上常说 大哥的女人不好当 但对陈契礼而言 他的先生只是一个 众朋友讲义气的人 他作为一个妻子 从来不过问先生的事情 陈契礼常会调侃自己 当城市里的朋友 比当他的妻子幸福很多 大嫂当然了 他有他的 他有他对陈契礼的一套逻辑跟方法 所以这一对夫妻才会这么的 这么久的长远的在一起 你看看他们这么晚年 还生出一个小瓶瓦来 他们是恩爱的嘛 他其实也蛮开朗的啦 有些事他有他的组建 他有时候会觉得 陈契礼有听谁的话 他有时候会跟我讲说 你跟大哥讲一下 这个人的话不能听啦 他叫陈契礼叫大哥 他是陈契礼对陈契礼 我觉得他是爱护有加 而且我就在有点剧内啦 讲好玩的是剧内 每每有鹏自远方来 陈契礼一定主动打电话 跟陈契礼报备自己的行踪 他对老婆是又敬又爱 我不管到柬埔塞 还是在台湾有时候 去吃宵夜晚一点 他都要跟陈契礼讲 我现在跟刘雄在一起啦 怎么样啦 到柬埔塞也是打月红电话 跟陈契礼讲 我跟逸契现在在酒店啊 怎么样啊 招待他 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带小姐 他会招待我们去 这个红花雪月的场合 帮我们找小姐坐台 但他自己从来不带 他应该是蛮爱那个压婆的 他对这个老婆是又敬又爱 尤其他坐牢以后 他觉得亏欠老婆太多太多 所以他对陈契礼没有话讲 而且他很尊重陈契礼的意见 陈契礼对家庭的付出 让陈契礼相当的感动 当年一清专案 陈契礼坐牢期间 陈契礼外打点 家庭事业两头烧 但他从来不叫苦 默默付出 女人最怕的是寂寞 关六年半 她可以守在外面 守六年半 不容易啊 他非常爱陈契礼 陈契礼坐牢的时候 他每个礼拜都去看 甚至我当时也陪他 每个礼拜去 甚至我去 他自己还去 做好吃的 做好吃的去做 而且他 我说他个性直 又很急 有的时候脾气也很大 有时候也会 做不对的 对这些弟兄们 他也会骂 不过他还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贤旗良母 因为他觉得 陈契礼先生值得他爱 是他一个爱的男人 当一个人爱一个人的时候 他为他会抛弃一切 不会考虑太多了 虽然他坐牢也不知道关多久 也不知道哪一天回来 可他一直很努力的 在帮他先生 希望他先生能早日回来 他动了很多脑筋 出了很多力 到处奔走 四处奔走 要求各方的助力 帮助他先生 我对他 我还是蛮佩服的 排着陈契礼走过几十个年头 其实先生 最后不能够落叶归根 他依旧在台湾照顾公公婆婆 处理家中的大小事 让远在柬埔寨的陈契礼 可以安心过生活 晚年先生病痛缠身 他守候身旁照料 在陈契礼朋友口中 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也是相当难得的协内助 包括妈妈的上女 她都可以讲 做媳妇的人 先生中心过世的问题 她都可以尽心尽力地去做 还有什么的 还有什么的议论 可以议论 陈契礼一共有六个小孩 大儿子陈厚俊 就是演员陈楚河 尽管父子两人相处时间不长 但在陈楚河的印象当中 爸爸是一个严厉的父亲 从小到大 爸爸跟他说的话不多 但每一句话 都像一颗种子 在他的心中慢慢发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周梅翔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芽